辛美今天在早上商台節目《早霸王》中 透露就是留在鑽石公主號上的父母 經過病毒測試後 已經取得情陰性的報告 就會預料今晚6時 乘坐港府派出的第二班包機回港 問他有沒有準備好物資給父母 他就說 現在我們在網絡 看他回來做隔離的時候 有什麼需要 譬如我們問他Wi-Fi有沒有 我們自己的電話有這麼夠 說不夠我們可能幫他升級計劃 讓他悶悶 因為他們在日本有一段時間 他們的Wi-Fi不太好的時候 他們看不到電影 打不到電手遊 純粹跟我們聊天 WhatsApp 其實真的悶悶 他們的情緒是怎樣的 情緒是很開心的 因為起碼知道自己沒事 可以回到香港 當然 我開始的時候都說 其實他下船就已經安心了 回不回到香港 或者怎樣 都是其中一件事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要遠離病院 病院很明顯在船上 第二就是希望可以盡快 可以檢查到自己有沒有帶到病毒 也檢查到沒有病毒 那就兩樣雙重安心